週二 川普政府宣布 在美國的五家中共官方媒體的員工 將正式被視為外國政府工作人員 美國國務院週二通知中國官方 中共最重要的五個在美新聞機構 新華社 中國環球電視網 中國廣播電臺 中國日報 以及美國海天發展公司 即人民日報在美辦事處 指定為外國使團 其工作人員將被正式視為外國政府工作人員 須遵守與駐美國外交官相同的規則 美國政府針對此項決定雖早有共識 但從未正式執行 部分原因是出於對限制新聞自由的擔憂 一名國務院高級官員表示 這個行動是為了對抗中共在美國的間諜活動 及其所造成的範圍影響 美國國務院曾在1987年指定 前蘇聯下屬的媒體為外國使團 後於2010年指定越南通訊社為外國使團 主任人員 西方的民主公司 主任人員 予有更多的負責